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天前由黄某经手发出的30万元货物 竟然一分钱货款都没到账 公司正准备联系黄某了解情况时 与黄某关系不错的财务人员 接到了黄某发来的短信 称自己完了 少了六十几万的货款 公司这才意识到这笔钱被黄某截留了 可是公司在业务来往时 都是工对工的账户 这些钱怎么就进了黄某的口袋呢 黄某的网银交易明细显示 2013年4月至11月期间 黄某一直在进行白银黄金期货交易 民警随后将交易明细 与公司的销售清单一一比对发现 黄某利用职务之变 先后挪用了八十余万元炒期货 公司这才明白 之前不少货款一直没有结清 原来都是被黄某以同样的手段截留了 因为都是毕竟是他客户 我不问这些客户 因为我们这边公司都没有到 他赐款他销售货 因为毕竟都是公对公 因为我感觉他没有这些空隙客战 公司发现了以后 他会去这个销售员跟那边买家联系 就说你得还我们款 就像是说这些买家 他是只有销售员能够了解到 公司对这个是不知情的 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商业秘密 他们不知情 黄某交代2013年4月 请朋友介绍 他迷上了这种一小博大 非常刺激的期货交易 虽然中间也偶尔会赚钱 但到头来还是亏得多 这个窟窿也越捅越大 刚开始黄某还只是截留小部分余款 最后黄某干脆勾住一致 查了很多钱了 然后补不散 咱可以把那个钱补散 就跟那样 目前黄某已经被移速至检查机关